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京车队 我们今天开讲新京第十五集 我们从易经的角度来看待 十五 系号就是第三千卦 地就是代表的天地间的地 地就是我们的万年万类万种 也就是多 我们的山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人生 这个肉身 天就是我们在录这个新京的时候 新京的来源跟各位说明一下 四伙当年把这一箭经传给 显龙大帝 也就是罗帝爷 那罗帝爷的颜生人就是妙师 这样子一路传下来 到了显经 他们跟着雷史 写大巅 祝心经 这样的情况之下 四伙曾经对着七十二规划 七十二店的店主 在额头点了一个红字代表的 就是有了印记 同样的在S的请问里面 四伙打的一道光在显经他们的额头上 因此我们都是头上有光的 因为将来回天的路必须第一站是清潭 现在的清潭掌管者是大巅佛 也就是大巅 祝心经的大巅佛 回归的时候必须有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到清潭来助阵 将邪者的天一并的带上夜台 过段宏观回九天 因此心经这一步从十五级开始 我们就要进入舍利子是诸华空向 那我们这个人参 第三千的这个三代表我们人参 我们人参有什么作用呢 是我说了很清楚 人参难得 猫参 狗参 猪参 牛参 相对于人参来讲比较容易起 但是他们修炼比人参困难 因为人参难得 谁说了 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有人参的都是得天不厚的 因此我们今天有这个人参 有这个山 我们里面住的大灵 这个大灵就是原始的真我 高我 就是你的本性 所以你这个大灵就很重要了 因为这个大灵将来回归的时候 是有这个大灵离开你的肉身 所以叫做舍利子 舍有良解 闲逸舍利子 活吧 另外一个呢 舍 就是离开你这个肉身 有利于大灵回归 那我们现在还有人参的时候 就非常的重要 可以帮天做很多事情 你这个大灵呢 要离开的时候要怎么样离开 这个《易经》讲得很清楚 叫做飞龙在天 康龙无悔 接着又告诉你了 小人波如 金子得以 小人代表的就是你的《易士》 你的《六士》 至神叫做小人 要波如 要离开你这个肉身 金子就是你的大灵 你的《元神》 成语 得以 就是坐着车 所以各位在梦中有梦见车子的 船的 飞机的 这都代表霍奇梦 表示你已经有车可以搭了 搭车干什么 搭车到清潭啊 清潭啊 回归夜台 一路走回归的路程 所以叫做霍奇梦 那我们这个大灵呢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他是被共享的 你心中有谁 你的大灵里面就会住着谁 所以说佛在心中做完 佛佛万千一啊 所以我们非常重要 你的心尽量要清静 如果你的心念念叨叨的 都是你看不惯的人 都是你看不惯的人 那么你的心就住着 你看不惯的这个人 你就被拖住后腿了 你的修行路就夜行艰难 所以年岁大的人应该要怎样 要有一股清静之心 你的清静心 夜清静 你反映出来 跟西空 跟你的天 融合了 就夜怎么样 夜密合 所以呢 夜来古静照夜读 这个古静 就叫做弦实静 在大殿注解心经的时候 特别提到 弦实静就是一面镜子 你的心里有佛 造出来的就是佛 你的心里有鬼 造出来就是鬼 你心里怨恨哪个人 造出来的就是哪个人 你就被他绑死了 所以呢 今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今不见高堂明镜非白华 这个明镜就是你的心镜 所以呢 我们有人生就有四大 四大就是地水火轰 五韵就是色受想行识 它是一种思想 上一集也解释得很清楚 请回去看第十四集 那么十四集之前的 都是人要尽心尽力的修炼修行 十五集开始第三牵挂 由天来主导 跟地来主导 牵引着你这个肉身的大灵 能量提升 显现出一片光明 这就是离子是诸法空相 这个诸法空相显现出来是什么 是不生不昧 不够不净不净 不争不减 那么你如果能够持之以恒的修炼 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 脚踩地球飘西空 你看多好啊 夜进银河风浪平 云从龙来 虎从轰 你看 所以呢 这一季是可诀 可以召引天龙金 跟虎雄战队 还有呢 痴修部 七十二大灰花 以及三万八千灰花 只要你在行昆仑灌顶的时候 花出这个心意 这两大 护神 就会在你身边 扶持得你行功 哦 所以呢 大日茫茫 乙座中 大日茫茫就是 你在打坐的时候 吊起你的什么 性能量 在你的眼前 出现一片金黄 这个叫大神咒 记得前面都讲得很清楚 一定要再回去详细的看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今天要告诉你 怎么样修炼 用什么方式 才能让你原来流失的能量 把它找回来 让你的四诸法空向 不生不昧 不够不静 不争不减 完整的 集合起来 一个人 也就是你的天 从天上下到三界之后 历经轮回转世 会在每次的转世之中 流失能量 而流失的能量 大概是二到六级啊 因为你只有修到五级到六级 才能够到清坛 你人生最高能量就只有到四级 你把身体给修爆了 你也不可能到达四级 尤其年最大的学者 能够保持两级能量挂掉 已经算是非常幸运 所以你要到清坛 一定要有人帮你 谁来帮你 三万八千名绘画 所以我们现在要 相应三万八千多名绘画 好好的相应他们 好好的帮他们做事 入新京 让请三万八千多名绘画 跟着新京车队 在茫茫人海中漂泊 协助他们找到人生 因为人生难得 也帮他们找到最细附马 只有阴阳河 才能够回去 因此你的重要的工作 就是念想念导 你的蜿蜒 你的天 一起上新京车队 去找回你当时下界 流失在三界内的二到六级的能量 找回来 找回多少 你的能量 你的城市就到哪里 找回的方法 只有一种 你要念想跟着新京车队 进入密密麻麻的西空城 一个一个的去找 当你找到你的阴的时候 用的方法是什么 回收的方法 就是附体法 就是你那个时候的阴 透过新京车队 帮你找到之后 回来附在你身上 附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是 你的蜿蜒跟你的天附上 附上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 交战 为什么 因为他不见得听你的啊 在融合的过程 就会有什么 度一切苦恶 是他度你啊 还是你度他 所以就会产生交战 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之中 就是一种思维的争执 念想的争执 那么不断的去争执 争执 不断的发生之后 最后 最后 你相应天 所以你一定要认天 你的天 你要随时念想你的天 你的天 你身上有光阴色 你的天有光 阴就阴 他没有光 你这个大灵人生有光 所以他回来一读到 你这个大灵有光 但是思想会造成什么 斗争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大灵 现在你是一个草迷 他看不起 他就跟你产生斗争 那你怎么办 你当然要练心经 要持诵大神众 或者练昆仑神功 去融合他 或者听十二集的 里面的三万八千 都没回话 他们是怎么回归的 渐渐的 他找到了 他的路 就是你过气死的因 找到了他回归的路 他就跟你融合了 等于融合之后 你的能量就提升 你的天的能量就提升 然后接着 又进入另外一个时空城 说不定这一次到了远古地方 你看到一只狮子 那只狮子 感觉那只狮子 下一步要干什么 你就知道 那一个就是你 好 这只大狮子又回来了 你想想看 一个狮子要跟一个人融合 你要经过多久的融合 所以要天天听信经测对 听信经 这个就是我们年岁大的学者 无论如何也要做的工作 否则你会被你的音给啃死掉 像嗜血猪一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断的 所以要怎么样 不生不昧不够不静 要持之以恒 你能够持之以恒 你才有办法怎么样 才有办法在这个地球 各个时空层把你的音给缩回来 这个就是附体法 那在附体法的过程之中 如果在每个梦中 你都有一个身份 那么当你保有自主意识的时候 这个层次比较高一点 你不是懵懵懂懂的 只会听信经 会做梦 梦中 你很像发现差异性 这叫自主意识 而当这个自主意识你有感觉的时候 他就跟你意识合一 这个就比较好 不要回来跟你产生思想的争斗 让你像笑的 在梦中有自主意识 你就可以跟他沟通了 融合就比较快一点 第三阶段 织梦 在梦中你清醒 但是你肉身没有醒来 你在梦中发现了差异性 知道了 你可以跟你的悉空沟通 险境最近的梦 这一个月来梦 梦见的都是什么 雌雄同体 那这雌雄同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回归 一定要阴阳合合 阴阳合合不是 所谓的男女人的合合 其实是悉空的合合 当你的心境 已经不被男女着相的时候 你在梦中就会梦见雌雄同体 这个雌雄同体不是别人 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在宙星大日茫茫 宇宙中 你在宙星的时候 其实你是 没有形象的 只是一片金光 一个光团 从大日进入九天的时候 就变成中性 十雄同体 然后过了八天七天 一过断轮观 就分成男女 雌跟雄 才有现在我 男跟你 好了 那回归怎么办 要去找回到你另外一半 所以 三万八千多名灰花 要找到他的最细区马 之后融合 不是人跟人的融合 所以呢 没有去跟人跟人 連结的关系 纯粹都是什么 西空 所以我们要乘着心经车队 持重心经 行昆仑灌顶神功 持大神咒 这样子 你就可以在茫茫人海的西空之中 各个时空层 找回到你原来的自己 那个原来的自己 就是 雌雄同体 因此 这样子的织梦过程 你就上了一个层次 在这个层次之中 你在梦中 就可以处理很多西空的事情 在处理的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 不得了啊 这样子你就能够帮天 但是帮天不是嘴巴讲的 不是光念不做 所以我们要录制 心情车队 在战斗的生活 在哪里 在社会 不是关在家里 好 今天 我们最重要的 15集 按照梅花艺术 15集叫天水送挂 天水送就是 你的思想 会产生增值 所以你一听15集的时候 你受不了 就退回 14集 13集 往前退 去听 等你那边的能量记足了 可以了 马上再回来听15集 因为15集开始 就是 舍离子是诸法空下 不生不昧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辞之以恒 脚踩地球飘西空 夜近云和轰浪平 沧海商天瞬间过 阿日茫茫宇宙中 从天上到地上到地府到海里 一次性的贯通 去找回你流失的音能量 谢谢各位的收听